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网报》今日华尔街 中国最高外交官将跳过联合国大会 习近平访美又生疑云 华尔街日报 北京出人意料地决定派遣其一世性的副主席前往联合国 这在努力稳定美中关系方面发出了不确定的信号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派遣副主席韩正参加联合国政府领导人年度会议 而不是像之前所暗示的那样 派遣其高级外交政策官员进行更广泛的美国执行 北京决定派遣韩正 但是他作为副主席发挥着一世性的作用 这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出席将于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领导人峰会的规划过程增加了不确定 来自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官已经工作了几个月 为习近平的访问铺平道路 就在7月下旬 中国官员向美国同行表示 外交部长王毅将参加联合国 大会9月19日开始 官员们表示 在美国期间 王毅可能会前往华盛顿进行详细讨论 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 王毅跳过联合国活动 提出了中国高级外交官核实来美国的问题 以便双方能够确定习近平出席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 除了那次聚会外 习近平的访问将包括中国领导人和拜登总统之间的单独峰会 双方官员都认为这次会议可能推动了几个月来稳定关系的试探性努力 王毅可能仍然会单独去美国旅行 知情人士表示 他早些时候原则上接受了拜登政府访问美国的邀请 双方正在努力安排他访问的时间 尽管如此 中国领导层派遣副主席的决定表明 北京喜欢改变剧本 以使其他人失去平衡 并试图获得杠杆 习近平将跳过本周末举行的20国际团主要经济体峰会 尽管北京没有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要离开 但这次活动由印度主办 中国与印度有着动荡的边界争端 美国及其盟友也可能聚焦中国伙伴俄罗斯正在发动的乌克兰战争 尽管拜登政府最近提出了外交提议 但北京还是向华盛顿发出了喜优参办的信号 而汉副总统只有名义上的权利 今年夏天 北京接纳了一系列拜登高级官员 最近一次是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 双方同意定期就商业和投资问题进行讨论 并成立一个技术控制工作组 然而 北京和华盛顿都没有在保持关系充满摩擦的政策上动摇 政府官员拒绝屈服于对半导体出口的限制 美国表示 这些限制旨在阻止技术落入中国军方手中 但这打击了习近平使中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野心 同样 北京拒绝像拜登政府希望的那样恢复军体之间的接触 以减少事故和误判的可能性 他还收紧了对使用一些美国技术的限制 包括禁止政府官员使用苹果iPhone或其他外国品牌设备进行工作 中国国家安全部其在中国官僚机构中的地位被习近平大幅提升 最近对美中关系发表了非同寻常的反对意见 通常是外交部的领域 该部9月3日的社交媒体帖子批停了美国 并暗示除非华盛顿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否则习近平可能不会去旧金山参加亚太金河组织 美国的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 北京最近的举动表明 中国领导层可能试图挤压美国做出让步 例如放松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 也让习近平出席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并可能与拜登会面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敦促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路线 他们批评拜登政府似乎过于热衷于与北京联系 而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作为回报 与北京关系密切的人表示 尚未就习近平出席即将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会议 做出最终决定 美国和加拿大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向中国发出挑战 美联社 美国和加拿大海军派遣了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 美国第七舰队表示 美国海军的拉尔夫、约翰逊号 和加拿大皇家海军的霍太华号护卫舰 穿越了将中国和台湾分开的海峡 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领土 美国经常穿越该海峡 中国在台湾周围增加了军事活动 包括每天派遣军舰和战机 今年6月 中国称在一艘中国海军舰艇 横穿一艘美国驱逐舰的航道后 依法依规处理了这一情况 男子因布尔克接车祸被控谋杀罪 悉尼先驱晨报 一名26岁男子因驾车冲撞墨尔本中央商务区的行人和车辆 而被控谋杀罪 这起事件发生在周五晚上 导致一名76岁男子死亡 多人受伤 司机被控一项谋杀罪 三项谋杀未遂罪 三项故意造成重伤罪和两项危及生命的行为罪 警方认为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 被告将于明年1月再次出庭 意大利梅洛尼会见李强 意大利是否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存疑 美联社 意大利总理乔尔吉亚 梅洛尼在G20峰会期间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并承诺巩固和深化两国关系 因为罗马正在考虑放弃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 意大利在2019年成为第一个加入该倡议的G7国家 然而 梅洛尼表示强烈反对 他的右翼政府也表示希望放弃该倡议 该倡议必须在年底前续签 中国试图宣传该协议的好处 外交部长王毅告诉意大利对应方安东尼奥 塔亚尼 双边贸易从500亿美元增长到近800亿美元 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约30% 公务员威胁要撤回对香港难民的资金支持 英国每日电讯 白厅官员威胁要撤回对批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团体的香港难民的资金 并向流亡者施压不要使用政府资金来倡导香港人权 近几个月来 升级住房和社区部Blue Sea与香港流亡团体发生了多起争议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香港侨民的寒蝉效应的担忧 活动人士呼吁英国政府 记住吸引香港难民来到该国的言论自由保证 G20同意追求可再生能源容量增长三倍 但未达到主要目标 路透社 根据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上通过的一份宣言 G20领导人已经同意到 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三倍 然而 该文件没有包括任何具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在初步会议期间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反对了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三倍 并到2035年将排放量减少60%的提议 负责全球80%以上排放的G20国家还同意逐步减少未经处理的煤电能源 该宣言没有提到原有使用的减少 习近平在中朝关系紧张局势升级中赞扬中国与朝鲜的新时代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朝鲜拥合和东北亚日益加深的分歧表示关切之际 承诺坚定不移支持朝鲜 习近平赞扬了两国的关系 并表示中国愿意与朝鲜合作 加强战略沟通和深化务实合作 此消息传出之际 美国正在加强与韩国和日本的军事联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了类似的信息 此前有传言称 普京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 拜登 莫迪和G20盟友 揭开了一项将印度与中东和欧洲连接起来的铁路和航运项目 多伦多星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宣布了一个项目 该项目将建设一条连接印度与欧洲和中东的铁路和航运走廊 这条走廊将促进贸易 改善数字连接 包括印度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酬长国 约旦 以色列和欧盟 该项目将提供一个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替代选择 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白宫尚未公布该项目的成本或融资细节 但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提到了200亿美元的数字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将该项目描述为增加互相贸易和互相信任的手段 欧洲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将其描述为跨越大陆和文明的绿色和数字桥梁 该项目现在将进入规划阶段 预计工作组将在接下来的60天内制定一个更完整的计划并设定时间表 G20领导人在缓和乌克兰问题措辞后达成一致声明 日经亚洲 G20领导人在新德里峰会上就一份联合声明达成共识 避免明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这份声明比去年11月在巴黎岛达成的G20峰会上达成的声明更为温和 没有提到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的措辞 该声明呼吁遵守联合国宪章 并强调战争对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供应链、宏观金融稳定、通货膨胀和增长的负面影响 然而他没有直接提到全球南方 非洲联盟获得G20桌上的永久席位 加拿大CBC 根据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说法 非洲联盟AU已被授予20国际团G20世界顶级经济体的常任成员地位 这一举措为莫迪努力为全球南方地区发生的行动增添了动力 因为他将主持今年的G20峰会 非洲联盟是继欧洲联盟之后成为G20常任成员的第二个地区性集团 莫迪将为全球南方地区发声作为今年峰会的核心议题 他敦促各国领导人找到解决全球挑战的切实解决方案 这些挑战源于全球经济、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等问题 G20的议程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问题 如替代燃料、资源效率、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 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参加峰会 避免与美国和欧洲的对手面对面交谈 以免引发争议 如乌克兰战争 中国回击美国声称中国正在危害穿山甲的说法 南华早报 中国否认美国指责其在滥胶穿山甲贸易中起到推波助澜的说法 国家林业核草原局发表声明表示严重关切 并坚决反对利用穿山甲保护问题损害中国生育的企图 美国内政部最近表示 中国公民通过参与穿山甲物种的贸易或捕捞行为 削弱了宾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有效性 中国在声明中变称 其积极推动野生动物保护 并对猎捕和食用穿山甲有严格的规定 G20领导人就呼吁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达成一致 日经亚洲 据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 20国集团G20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峰会上就一份联合声明达成了共识 据说这份声明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比去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声明更为温和 新德里宣言以一般性的方式提到了乌克兰战争 回顾了在巴厘岛的讨论并重申了各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上通过的立场和决议 G20在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妥协声明后放弃对俄罗斯的批评 此前该问题几乎使峰会陷入僵局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达成了一项共同声明 避免直接批评俄罗斯的行动 该声明包括七个关于战争的段落被视为一种妥协 并没有做出任何强硬的声明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 这项协议是通过团队的辛勤工作和领导人之间的合作达成的 此次峰会还见证了G20扩大到包括非洲联盟的成员 G20声明中删除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的提及 金融时报 G20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未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反对意见 峰会宣言提到了乌克兰战争 这个词暗示了双方对冲突负有同等责任 西方国家在过去一年里一直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 谴责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 该宣言还承诺将全球可载生能源容量增加两倍 但没有设定淘汰化石燃料的最后期限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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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